- 大家好 - 大家好 - 歡迎收聽 - 臥草喵政治 - 喵 - 臥草是一個幫助大家 更容易了解政治議題的獨立媒體 那我們這一系列影片會請臥草的編輯記者 - 幫大家喵一下 - 對 我們這個禮拜有發生哪一些政治時事 - 那我是臥草的總編輯萌萌 萌萌 - 我是臥草的范 - 范妮好 - 畫面上是我們的畫面擔當 - 我們辦公室的主角阿拜 - 阿拜 - 阿拜跟大家問聲好 - 哈囉 - 為什麼就是哈囉 - 阿拜我們事後來配音 - 沒問題 - 今天聊什麼 - 今天聊 - 其實怎麼還要聊選完 - 其實選完也很久了 - 你要聊選完 - 選完的觀察 - 我覺得其實有一些發現 - 我不知道大家在選前有沒有常常聽到一些 - 也許是政治理想不大一樣的一些 - 也許是長輩阿 - 他們常常在提喔 - 譬如說 - 欸 問這幾個話有沒有熟悉 - 譬如說 - 民主不能當飯吃阿 - 欸 中國官員素質就是比較好阿 - 我們兩岸就是一家親阿 - 哇這個大陸 - 還不是講中國 - 大陸好進步喔 - 台灣好落後喔 - 哇他們這個什麼高樓大廈的 - 哇台北阿 - 什麼首都都比不上他們的三線城市 - 或是你有沒有聽過類似的話 - 或是長一些 - 你說叫我去中國大陸發展嗎 - 對 就中國大陸發展 - 比方在台灣阿 - 台灣沒前途阿 - 喔對 常常聽到 - 年輕人你就去大陸發展 - 你阿然後什麼的 - 台灣怎麼比得上 - 你沒有發現 - 最近真的很少聽到這樣的說法了 - 對 很少聽到耶 - 現在你在新聞上看到的是 - 哇在台灣好幸福喔 - 能當台灣人真好 - 對 然後大家可能 - 不管是不是有沒有台灣籍 - 都拼命的想要跑到台灣來 - 對 其實某些程度好像有點像是 - 欸這個發生了武漢肺炎 - 這個疫情爆發 - 在中國爆發之後 - 喔你等say這麼久是要講武漢肺炎 - 沒有啦我覺得這是一個 - 讓大家發現說 - 欸原來 - 有這武漢肺炎的疫情爆發之後 - 才發現原來台灣跟中國 - 大家原本會覺得說台灣很落後 - 好像不用這麼 - 不會這麼覺得了 - 欸 - 有欸 - 對不對就沒有人在想說 - 中國好棒好進步 - 現在大家其實反而說 - 不行那我們是台灣人啊 - 我們要趕快回台灣 - 幾乎都聽到這樣的聲音 - 這場肺炎反而治好了一些事 - 我不會講治好 - 有一點改變了一些事 - 改變了一些事 - 對 - 因為其實這個大家其實應該會 - 體驗蠻深的 - 因為其實像 - 我不知道發生你們聽過 - 有一個醫生 - 中國的醫生叫李文亮 - 好像我有聽過說 - 中國有一個醫生 - 他發現武漢肺炎 - 然後他跟別人講這件事情 - 然後最後他是過世了嘛對不對 - 對 - 但是我不知道他就有 - 他的狀況就是 - 因為他自己是醫生嘛 - 對 - 就要很早很早在疫情 - 還沒有正式公佈之前 - 就是沒有那麼公開 - 都要公佈之前 - 他就在自己的朋友 - 的群組裡面講說 - 欸最近好像 - 有些跟SARS - 狀況很像的一些案例啊 - 越來越多要流行了 - 而且好像跟什麼 - 冠狀病毒有關 - 他只是在自己的朋友 - 群組裡面講喔 - 提醒嘛 - 結果呢 - 就被武漢的警察們公安 - 就被逮捕 - 說你是散播不實言論 - 還被要求簽了一個 - 那叫什麼 - 訓誡書 - 可是那不是只是他 - 在工作上的一個觀察嗎 - 對啊 - 所以你可以想像 - 在中國 - 身為一個醫生 - 他就是他自己 - 發現的事情 - 然後跟朋友分享說 - 欸 可能要注意喔 - 就跟我們可能會 - 可能會有朋友 - 注意安全 - 注意安全 - 交通安全過馬路啊 - 要小心喔 - 最近要記得去打疫苗 - 最近流感症症 - 他可能只是做這樣一般人提醒 - 對 - 就在中國 - 就被抓了 - 散播不實言論被抓了 - 還要簽那種訓誡的訓誡 - 連這個都不能講 - 對 - 而且我覺得 - 其實也很感傷的是啊 - 最後這個醫生 - 他自己得到了 - 後來也得了武漢肺炎 - 然後前一陣子過世了 - 嗯嗯嗯 - 滿不幸的 - 對 - 而且我覺得很 - 另外一件很 - 感傷的事情就是 - 他根本不是被抓嗎 - 就是說散播謠言被抓 - 結果呢 - 一個月前 - 因為散播謠言被抓 - 上了新聞 - 對 - 過了一個月後 - 因為他過世了 - 被他們的中國的官方媒體 - 當作是 - 那個抗議啊 - 防疫的英雄 - 欸 - 去線上這個 - 宣傳 - 哇這個人 - 很偉大的 - 可是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- 你前面不是講說他 - 就是被 - 被 - 被簽那個什麼 - 簽那個訓誡書 - 訓誡書 - 說他不該做這些事情嗎 - 對 - 就不該去告訴別人說 - 喔有可能有疫情喔 - 可是他後面回頭 - 他們是把他 - 英雄化 - 對他們官方媒體 - 又好像把他營造成一種英雄 - 因為這其實我覺得他們 - 中國他們政府 - 其實常做 - 就利用這種 - 宣傳的方式 - 就轉移焦點 - 當他們國內 - 因為輿論 - 可能要往這個 - 批判政府啊 - 因為疫情防疫不利 - 要批判政府之後 - 喔喔喔喔 - 因為爆發的原因 - 所以他才 - 英雄化這件事情 - 讓大家覺得說 - 哇我們這個中國好棒啊 - 這個中國很多 - 很美好的事情啊 - 他們這個說法叫維穩啊 - 就是維持這個政局的穩定啊 - 讓大家的輿論 - 不要對向政府 - 要往這個正能量 - 正向 - 哇這個政府 - 幫這個方向走去 - 這算是一種政治炒作 - 對 - 這算是很常見的政治炒作 -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- 其實前幾天啊 - 他們又做了 - 還有做一件事情 - 他們在這個 - 讓我再問飯好了 - 好 - 譬如說呢 - 如果你是中國領導人 - 現在中國的疫情爆發 - 哇嘎 - 哇嘎 - 你就去不了中國了 - 好啦 - 假設一下吧 - 假設一下 - 如果你是中國領導人 - 你現在國內的疫情 - 哇這個越來越不受控制 - 這些感染人數逐漸上升 - 對 - 那你會怎麼做 - 一 - 你會把你的資源全部投入防疫 - 嗯 - 然後那個就越多人越好 - 嗯 - 二 - 趕快把你的這個解放軍軍機 - 來台灣附近開繞一圈 - 然後宣誓這個我擁有台灣 - 台灣有什麼關係啊 - 欸對 - 可是很誘惑就是說 - 我們這個偉大的中國領導人 - 他的決策做的就是二 - 他選擇 - 那三是什麼 - 你原本的三 - 那有三 - 你這樣給我猜嗎 - 一二兩個選項就好了 - 喔是喔 - 可是我本來想講一耶 - 那不是台灣人會做的事情嗎 - 台灣政府也會做的事情了吧 - 對 - 我們可以講說 - 你看我們現在防疫啊 - 就是把所有資源投入在防疫啊 - 你看每天 - 每天新聞就這樣 - 每天這樣開 - 照三餐開 - 正常的吧 - 對 - 一個國家 - 一個正常的國家 - 應該做的是這樣沒錯 - 但我們對中國 - 他們現在做的就是 - 你看 - 他們是選擇用軍機繞台 - 來宣誓說 - 對台灣擁有主權啊 - 而且他們之前有發明一個詞 - 我覺得很有趣 -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- 叫做 - 以疫謀毒 - 什麼叫 - 以 - 要書文解釋 - 要書文解釋 - 怎麼寫 - 以是可以的以 - 疫是 - 防疫的疫 - 防疫的疫 - 謀是計謀的謀 - 毒是獨立的毒 - 以疫謀毒 - 用防疫來 - 謀取獨立 - 謀取獨立的什麼 - 就是中國他們現在說 - 台灣啊 - 在用各種小手段 - 利用疫情來 - 謀取獨立 - 以疫謀毒 - 這句話是拿來講台灣人 - 對 中國的官方說 - 台灣不要在那邊 - 以疫謀毒 - 你們這樣沒有好下場了 - 對 - 就是當他們 - 其實國內的疫情 - 已經這麼樣的嚴重了 - 他們還要利用 - 外部的矛盾 - 外部的對 - 製造一個外部的敵人 - 來凝聚他們自己的相信力 - 讓他們國內的輿論導向 - 說 哇 - 我們要對抗外面 - 所以你意思是說 - 他藉由去 - 就是這樣子搞一下我們 - 可以建立對 - 中國人的向心力嗎 - 他們的向心力也太好建立了吧 - 我也不知道成功建立了 - 其實有另外一個例子 - 就是他們那個時候 - 大概1月底2月初的時候 - 我們台灣在非洲 - 還有一個邦交國 - 喔 還有剩喔 - 但是我覺得不考你 - 我覺得太難了 - 叫做史瓦蒂尼 - 大家有聽過嗎 - 史瓦蒂尼 - 它以前叫做史瓦濟蘭 - 現在改名叫史瓦蒂尼 - 好 - 因為它是我們現在在非洲 - 唯一的邦交國 - 好 sad - 好可憐 - 沒關係 - 我們還有一個 - 但是剩下一個呢 - 中國也不放手 - 他們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- 1月底2月初的時候 - 他們在他們的駐南非大使館 - 發了一個聲明 - 叫做嗆史瓦蒂尼 - 嗆什麼的 - 嗆說沒有邦交關係 - 就沒有商業利益 - 然後指責 - 就是說 - 史瓦蒂尼跟台灣有邦交 - 是不道德 - 不道德 - 也不正常 - 然後不能夠繼續下去 - 對 - 然後要這個 - 史瓦蒂尼說 - 史瓦蒂尼看 - 世界改變了 - 非洲改變了 - 中國改變了 - 你要順應十次 - 不然的話 - 你就會如何如何 - 還在做這個事情 - 還在做這個事情 - 你說在這個時間點 - 去塞龍別人 - 就是自己的問題 - 沒有去處理好 - 對 - 你又要去旁邊塞龍 - 一些事情 - 對 - 所以還在打壓台灣的外交關係 - 很奇妙欸 - 我以前都沒有想過這個連結 - 就是藉由打壓台灣的外交 - 可以建立對中國的向心力 - 內部的 - 內部的 - 如果我們的政府 - 如果就回應說 - 哇中國 - 你不要這個 - 你請你管好這個疫情 - 再來就是跟我們這個 - 搶我們的邦銷國 - 不要這樣就是模糊焦點 - 我們如果這樣回應的話 - 它就有 - 它們內部的輿論也會沸騰 - 也會說 - 你們不要成我們肺炎都欺負我們 - 我要留島不留人 - 等等 -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回應 - 我們可能總要做一些回應 - 它就用這樣的方式 - 彼此刺激 - 就是軍機到台 - 我們的軍機就要跟著 - 前面來飛一下 - 就要跟著掩護 - 因為我們不能讓它過界 - 對 - 所以對他們的宣傳 - 就是說 - 哇你看台灣的軍機很囂張 - 還在這邊 - 我都不知道這些動作 - 背後有這種 - 對 - 所以你說他們資源已經 - 那麼有限了 - 還要來做這些事情 - 轉移輿論交代 - 對阿 - 就像還有一些 - 因為他們現在疫情很嚴重 - 對 - 各國其實都在想 - 世界各國想辦法把他們 - 在中國境內的那些 - 他們的國民 - 想辦法撤出中國境內 - 要救回來 - 把他撤到各自的國民出來 - 撤回草包 - 所以像台灣之前也有一個爭議 - 就是我們台商 - 或是台商有沒有他的 - 他的這個配偶 - 或配偶的小孩親人 - 有沒有一起撤回來 - 這個問題 - 很有趣喔 - 就是外國在把他們的國民 - 從中國撤走 - 還蠻合理的阿 - 對 - 因為那邊有疾病嘛 - 所以我要把我的 - 保護我的國民 - 把他救出來 - 但中國他們之前也很有趣 - 他們發了一個新聞稿 - 叫做 - 中國他們自己也發布了一個新聞 - 說要把他們在國外的武漢公民 - 撤回武漢 - 撤回武漢 - 我這個設成處理啦 - 雖然這個跟中國可能關係都不太有 - 你如果是武漢人 - 我如果是武漢人 - 我現在在國外 - 我要被撤... - 這叫撤僑嗎 - 撤回武漢 - 撤回武漢 - 這個真的是... - 我想應該很難成功的撤回去嘛 - 對 - 但是有一些中國人 - 他們是有可以來台灣的權利對不對 - 對 - 所以這些會影響到就是說 - 像因為之前撤台商那件事情嘛 - 有些台商 - 也許他的配偶是中國人 - 然後還沒有取得台灣的身份 - 或是他的這個中國配偶的小孩 - 那因為這件事情發生了 - 疫情爆發之後 - 欸 - 就開始有爭議說 - 那他們到底可不可以回... - 進台灣 - 進台灣 - 所以啦 - 所以說 - 剛剛有講到說 - 中國其實還不斷的用這些方式 - 可能要模糊焦點啦 - 或是轉移... - 但是他是希望最後中國人都可以回中國 - 或是他們希望就是中國人 - 要對他們的政府有信心 - 有信心 - 對 - 但是你想想看 - 如果你是剛剛提到嘛 - 那麼多什麼中國排台商 - 也許是中國配偶 - 或是這些配偶的小孩 - 你如果看到這些新聞的話 - 我還會想回中國嗎 - 你看他們在這個新聞報導上 - 你覺得他們是想留在中國呢 - 還是想到台灣 - 但是 - 如果我想像我自己是中國人 - 然後我看到我的祖國的飛機 - 在別人的... - 別人領土嗎 - 是這樣講嗎 - 有領空 - 周圍 - 領空周圍飛 - 然後自己國家 - 有難 - 然後這個資源好像可以拿來 - 飛多幾趟一下 - 救人的... - 的程序 - 然後又要... - 就是你這樣... - 你這樣好像很難說服我是 - 對我的國家有信心 - 這樣你就會變李文亮 - 很小心一點 - 不要亂講的話 - 這會危險 - 所以這其實就是有點像兩岸... - 好可怕 - 兩岸體制的差別吧 - 所以其實... - 就是剛剛開頭提到的嘛 - 現在不會有人在說什麼中國好棒棒啦 - 大家其實不太敢講 - 都會說... - 反而會說... - 生活在台灣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- 真的... - 那我覺得可以問問聽眾 - 如果你有中國朋友 - 或是認識中國人的話 - 他們看到這樣子的新聞 - 他們會不會因此 - 就是對中國當局 - 更有自信了呢 - 相信中國政府的防疫能力 - 或是... - 相信政府相信黨 - 對... - 我們也蠻好奇的 - 蠻好奇... - 但問的時候小心一點 - 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 - 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 - 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 - 不要讓別人變成這個... - 可能用寫信的吧 - 然後再燒掉 - 好... - 那我們今天其實聊到的這些 - 有相關的文章啊 - 連結我們都會放在那個 - YouTube 的相關的資訊下面 - 我們今天聊的主題都是 - 臥槽的記者跟編輯 - 有寫到的內容 - 沒錯... - 那所以... - 大家聽完這節目呢 - 也歡迎如果喜歡的話 - 還有我們的臉書IG - 都要歡迎訂閱 - 啊記得喔 - YouTube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- 小鈴鐺 - 對... - 不要再講小鈴鐺了 - 這樣會透露你的年齡 - 對... - 對... - 好啦... - 如果... - 你覺得... - 你家的貓咪比我們家阿拜 - 還可愛的話 - 也可以投稿給我們 - 對... - 你可以給我們連結 - 給我們檔案 - 或是任何方式... - 私訊我們什麼... - 你想辦法找到我們的方式 - 都可以 - 下次可能你的貓咪影片 - 就可以上在我們節目裡面 - 對... - 好 最後如果你真的喜歡 - 很喜歡我們的內容 - 希望你們能夠定期定額 - 讓我們做... - 支持臥槽 - 對... - 做更多更好的內容 - 對... - 我們可以更多這樣的影片分享給大家 - 那臥槽喵政治 - 對... - 這一集就告一段落語 - 掰掰... - 謝謝大家...